我们来看这道题 它考察的是CPU运算速度的概念 首先 基准程序A 总共运行时间100秒 CPU时间90秒 其余为IO时间 那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 IO时间为10秒 接下来它说CPU速度提高50% IO速度仍然不变 那么IO时间仍然是10秒 所以这道题的问题 在于CPU速度提高50% 这一说法的理解 我们想想CPU速度提高50% 意味着时间变为原来的一半吗 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首先 我们把原来的总的工作量 计为S CPU速度计为V 那么所花费的时间 就是S除以V 现在 我把速度提高50% 也就是说CPU速度 变到1.5倍的V 那所花费的时间 就是 还是原来的工作量S 除以1.5倍的V 那么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时间 其实是变到了 原来的时间的1.5分之一 也就是说 现在所花费的时间 应该是90秒 除以1.5 它是60秒 想想 如果我们当时把90秒 直接除以2 它是45秒 跟我们的60秒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要把CPU时间减少一半 其实我们的速度 是要提高100%的 也就是说 速度变为原来的2倍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CPU时间 减到原来的一半 所以 最终 基准程序 所耗费的时间 应该是60秒 加上10秒 是70秒 我们选择 D选项 这个选项 主要问题是 出在速度提高50%的判断 有的人会直接把CPU时间 变成原来的一半 然后容易误选 A选项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么制导题 将解结束